HELLO 大家好我是蘋果爹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花點少錢就可以大大升級現有電腦的方式 對以下幾種人會很有幫助 第一個是尤其你的Mac已經有點越顯緩慢 就是你在做影音編輯的時候 第二種人就是你可能想用你的Mac玩一些遊戲 但是你的Mac可能太舊 或是裡面的顯卡不堪負荷 或是像我一樣因為需求或是偏好 喜歡用輕便一點的筆記型電腦 但也是對影音編輯有需求 EGPU就是你除了換電腦之外唯一的選擇 除非你用的是貴到不行的Mac Pro 不然近五年來的Mac除了一些iMac和Mac mini 可以升級內存記憶體和儲存容量之外 你完全沒有辦法升級裡面其他的硬體 比我現在使用的狀況來說 我的2017年13吋的MacBook Pro 在4K剪輯上已經非常吃力 尤其是我想在影片加入一些特效的話 基本上就常常會卡住 那更不要說在輸出還有渲染上面 動不動就是將近一個小時起跳 那我本來在思考是否要換新的電腦 但是以MacBook Pro來說 有獨立顯卡的只有16吋 先不說我就是不喜歡帶著大電腦出門 價格上也是不便宜 也有現在這台13吋的殘值約3-4萬 那還要再貼個至少5-6萬才能換到適合的 也是另外一個選擇就是1GPU 一個Thunderbolt 3的顯卡外接合約8000-1萬出頭左右 顯示卡就可以依自己的預算來挑 如果你覺得新的太貴 你還可以買二手的 我基本上就是鎖定RX580還有RX5700XT這兩款 都是蘋果官方支援的型號 RX580狀況好一點的二手約2000-4000 然後RX5700XT因為比較新 所以新的大約9000-1萬多左右 那二手的就要看你的運氣囉 整組下來約15000-25000之間 不管怎麼配都比一台16吋的還要便宜很多 更大的優點就是以後換電腦還是可以使用 也可以單獨賣掉舊的顯卡來換新的顯卡來升級 並不會像現在如果買16吋了 如果兩年後覺得還是不太夠用的時候 那你還是面臨到整台換掉 或者是買eGPU的選擇 所以我最後決定就先來試試看eGPU 那來實際體驗一下並分享經驗 我會詳細比較使用前後的差異 優點和可能碰到的問題 並比較以上兩張顯卡 RX580和RX5700XT在實際使用上的差異 希望能幫助大家選擇更適合你的升級方式 好我們就先來開箱一下外接盒和顯卡 我選的這台外接盒是Archidio Note Titan 算是最新的一款價格11500左右 選這款有蠻多原因 它總供電可以到650W 所以相對就是比較強大不吃電的顯卡 像RX5700XT也支援 另外對筆電供電也支援到85W 意思就是就算用16吋的MacBook Pro 你還是可以接上去邊充電邊工作 那會選擇Archidio的原因其實是因為OWC OWC是美國一家專做Apple電腦周邊的公司 應該算是做Mac周邊最大的一家 那以前我升級我的15吋的時候也是買他們的周邊 還有目前所使用的Downable 3 Dock也是OWC的 用了三年沒有任何問題 OWC去年初買下Archidio 那Archidio做的產品線本來就跟OWC很相近 也是專注了Mac周邊 所以在產品設計語言上也是非常的Apple 所以現在OWC在E7BU的部分就是沿用Archidio的品牌 可能我多少有點品牌迷思 覺得專為Mac設計的外接盒 比較不用擔心相容性的問題 再來教學一下怎麼安裝顯卡 其實這是非常的簡單 因為我這種完全沒有組裝過電腦經驗的人 都不用看說明書 安裝上完全不用任何工具 上蓋部分有一個隱藏四手把 非常實用 後面有兩個螺絲轉開之後就能滑開上蓋 裡面就能看到顯示卡插槽還有電源線的部分 這邊我有兩張顯卡來做測試 第一張是SAPPHIRE POST的RX580 8GB 全新的在Amazon上約是179美金 算是比較上個世代的顯卡 但也是Apple官方所支援的一張 另一張是GIGABYTE的GAMING OC RX5700 XT 8G 約台幣1萬 330美金左右 在RX5700 XT裡面算是比較便宜的 安裝的話就把裡面兩個螺絲用手轉起來 離開背後的擋板 把卡對準插下去 鎖回螺絲 電源供應的部分 RX580有8孔 所以就用6PIN加2PIN各一組 對好孔的形狀後就可以插下去了 再來蓋回上蓋 戳好後面的螺絲 插上電源線和內附的Thunderbolt 3的線 開機 插上你的Mac就好了 在Mac上面的工具列 你會看到這樣一個圖示 代表有連接到eGPU 外接螢幕的部分 就是從eGPU後面的顯卡去外接 硬體安裝的部分大致上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軟體設置的部分 當你要使用的eGPU軟體上面 按下右鍵 取得資訊 你就會看到偏好外部GPU的選項 勾選就好了 Final Cut現在在軟體內可以直接選擇 所以到Final Cut的系統天號設定裡面 然後到Playback的項目裡 可以看到Render shared GPU的部分 可以選擇用哪一張顯卡來使用 當然就選擇你外接的那一張囉 這樣在軟硬體的部分大致就設置完成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跑分的部分 Geekbench Metal 的分數 這部分因為網路上都有資料 所以我也會加入比較2020年13吋的MacBook Pro 和2019年16吋的MacBook Pro 跟我們比對參考 第一個就是Geekbench Metal 的跑分部分 可以看到加了eGPU後的跑分 完全大勝所有新的MacBook Pro 就連比較便宜的RX580都是完勝 所以以我自己的13吋來說 跑分上就是eGPU外接兩台螢幕 優於外接一台螢幕 優於不接外接螢幕 但這只是跑分的部分 等等更多的測試來看看是不是都有一樣的現象 好那下一個我們來看的就是Unigine Heaven 再來比較如果要用來玩遊戲的話 eGPU會帶來多大的升級 那這部分的跑分就會反應在實際使用上 那這邊看起來RX5700XT還是有非常顯著的幫助 那對於有玩遊戲需求的人可以自己衡量 值不值得花多的錢來買這張顯卡 那在表現的方面 有外接至少一個螢幕的情況下是最好的 但接上兩個外接螢幕 在這個上面就沒有顯著的差距 好那下一個我們就來比較Final Cup Pro 那這部分的比較就是對我演最實際的部分 因為這也是我買eGPU的最大原因 我們先來比較Bruce X 5K的部分 因為這是一個基準 那我可以拿其他人用 2020年的MacBook Pro輸出的數值來比對給你們看 在這部分可以看到 就算是用RX580跟最新的2020 13吋的高階款比較 都還是有相對的優勢 RX5700XT來說更是快了將近3.5倍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看我自己的2K還有4K影片渲染還有輸出的比較 那這邊看起來HVU真的是有非常顯著的幫助 以我一般最長剪輯的4K影片來說 渲染只需要六分之一的時間 輸出方面也只用了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時間 但RX5700XT以雙倍的價錢來說 表現上大致和RX580沒有很大的差距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一個講法是說雖然MacOS Catalina和Final Cut已經有支援這張顯卡 但是Apple在最近才開始在Mac Pro上面讓人選配 所以在驅動程式上還要進行優化 這也導致目前還沒有完全解放這張顯卡的效能 那我也比對測試的不接上外接螢幕 和接上兩個螢幕一個螢幕來測看看 在輸出的時間上這三種組合並沒有明顯的差距 都非常的相近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講講優點缺點還有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那這樣的結果看起來接了eGPU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感的升級 以前在製作影片時因為要考慮系統的存在還有輸出的時間 一方面影片不能做的太長 那另一方面還要剪掉不少細節還有講解的部分 那另一方面在顏色還有特效上面使用的也要非常保守 很多想要呈現的方式也因為這樣被限制住 先前想要剪任何4K的影片前我都會先轉為Proxy Media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剪起來會非常的頓 那上了特效後更是糟糕就算轉了也沒有用 現在就算不轉Proxy Media都非常的順暢 輸出上也是省了不少時間 加了1K特效還有圖層的4K影片還能以1比1的時間輸出 意思就是一直11分鐘的影片 加了一堆特效的4K影片也只需要11分鐘輸出 比起先前至少要花個50多分鐘 所以這樣的表現是讓我非常滿意的 那如果缺點的部分的話 因應要講的話其實就是這樣的組合並不太可以帶出門 但是我剪輯的時候都是在家裡進行啦 所以這一點在之前就已經考慮清楚了 至於我先前也在國外的論壇做了很多研究 有些人偶爾會遇到上機啊和閃屏的問題 我還真的一次都沒有碰到過 可能跟顯卡盒和顯卡的相容性有關係吧 加上我可能也沒有在玩遊戲 反正目前的使用上就和原生的系統感覺沒有兩樣 那使用上還真的沒有什麼要注意的部分 可能就是在你要拔開顯卡的時候 記得先在上面先按你要推出這張顯卡 然後再推出 然後之後再關機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那再來講我建議的購買組合 我覺得在外接盒的話 我建議購買供電足夠 然後可以支撐吃電的顯卡 然後同時充電你的筆電 尺寸上也是一樣 至少像我這一台Archidio Note Titan 將來要再升級顯卡就不會被限制住 至於顯示卡的部分 如果你的用途和我一樣 是用來搭配Final Cut緊急使用的話 以我手上現在有的RX580和RX5700XT兩張卡來說 表現上看來我覺得RX580CP值真的是超高的 RX5700XT可能會在蘋果更新驅動程式之後 就可以完全解放出它的效能 但以目前來說將近3-5倍的差價 我建議還是先配張二手的RX580 等蘋果真的更新優化RX5700XT之後 先確定它的效能是否有被解放 再來考慮是否升級也不遲 而且到時二手價格應該會降下來 那如果覺得RX580狀況好的二手不好找的話 那你也可以考慮RX570那一款 那國外有網友測試之後 發現在Final Cut的使用上 和RX580的差距很小 那如果你是要玩遊戲使用的話 可能就是要RX5700XT那一張比較適合 那如果你的Mac沒有Thunderbolt 3的話 但有Thunderbolt 2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使用 那你需要就是加買個轉接頭 還有Mac部分要做多一點設定 然後你可以參考一下小媽的影片 它有做一步步的教學 那我會放連結在這邊和下面 還有非常多關於外界顯卡的資源連結 我都會一併放在下面供參考 大部分都是國外的 但是如果需要的話還是可以去看看 大家有任何關於eGPU的經驗 或是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那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訂閱還有分享我的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子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Bye